各位 左上角這些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麼 這些叫做time signature 中文我們叫它時直記號或者拍子記號 時直記號拍子記號有什麼用呢 今集我們就會看看 首先拍子我們英文叫做meter Metre 即是一米的meter meter是有simple meter和compound meter之分的 simple meter我們叫做單拍子 另外一種compound meter就是複拍子 或者有些人叫做複合拍子 simple meter我們通常會看到有24、34和44 所謂單拍子即是每一拍可以平均分成兩份 譬如如果是24的話 我們就看到每一拍我們可以分為兩個半拍 或者兩個百分音符 所以一個24小節的一個24拍的小節 我們就有總共四個百分音符 關於單拍子大家需要知道的只是究竟強音 或者重音在哪裏 弱音在哪裏 譬如如果24的話就是強弱強弱 第一個強第二個弱 如果34就是強弱弱強弱弱 四拍的時候我們就是強弱強弱 要比第一個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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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都可以給予我們一個感覺 讓我們知道究竟哪一下是強 哪一下是弱 到底現在音樂是去到一個小節的第幾拍 第二、三拍比較難聽一點 譬如一個小節是四四拍子的時候 第二、三拍中間那些難聽一點 但是我們如果有做到 強拍或者分得到 強拍和弱拍的話 其實一聽就知道究竟 那首音樂是去到一個小節的第幾拍 譬如這一首曲 大家聽到是 一、二、一、二 很清楚是不是 但試試如果我用三四這個強弱弱的拍子去唱出來 大家聽聽有些什麼不同 有些怪怪的 一首歌本來是用二四的拍子去演奏 忽然間用三四 是完全兩回事 或者反過來一首三四的曲 你刻意用兩拍的 方法去演奏 是很奇怪 今集我們略略說過 什麼叫做 Simple meter 單拍子 二四三四四 其實我們需要知道 究竟那個 重拍 弱拍和弱拍在哪裏 強拍和弱拍在哪裏 另外就是 我們知道 這個強弱的時候 又怎樣呢 當我們拉的時候 或者當我們演奏的時候 重拍的地方真是越重 弱拍的地方真是越弱 千萬不要調轉 否則 別人就不知道 你那首歌的拍子是什麼 當別人不知道那首歌的拍子是什麼 別人聽聽就不想聽了 下一集我會跟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福拍子 如果大家對今集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是葉少希 是樂團的全聖樂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請subscribe 給個like 然後告訴你的朋友 我們下一集再見